阅读科技旅行,生活可以很大,对话设计学习,思考不嫌太多,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,狗熊有话说,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。 哈喽,你好,欢迎收看收听狗熊有话说播客,我是大狗熊,很长时间没有见,大家看到我的头发已经长得很沙马特了,非常长,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看不到,但看视频的朋友应该会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。 OK,今天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分享,继续分享书,那么最近我读了一些中文英文的书,那么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几本的挑出来,用这期节目和大家逐一的分享。 先从第一本开始,这本书的名字叫做Project Hail Mary,圣玛丽计划,也叫做中文翻译,叫做拯救计划。 它是2021年,在Goodreads,就是全球最棒的读书推荐网站,公认的一部最好的科幻小说,然后也有很多大咖推荐,比尔盖茨,奥巴马都推荐,那么好在哪里呢? 我自己读过以后觉得完全是当年在2017年,18年的时候火星救援,刚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横空出世,一个精彩的故事,然后秒杀市面上的其他科幻小说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。 所以要和大家分享,第一本书,圣玛丽计划,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屏幕,那从这里呢,右上角,左上角呢,就是这本书的作者,叫做这个Andy Will,那么我读这本书的起因呢,除了因为这个Goodreads推荐,其实更多呢,是因为之前读过了Andy Will的上一本书,火星救援,那么非常的精彩, 那么是一个一个人在一个孤独的世界,火星上自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,但是同时呢,也有这个很乐观的这种精神,就全世界,包括NASA,包括中国,美国的这个宇航航天的力量呢,联合起来去救这个被困在火星上的人,这个故事呢,也拍成了电影,电影呢,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硬科幻的作品,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, 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,再加上有Goodreads推荐的,所以我开始阅读了,那么之前呢,其实Andy Will,他还写过一本叫做这个Otemis,登月计划,那么那本书的风格呢,很多人说是他写杂了,就是在这个作品上呢,不是太有,跟这个火星救援比不了的,算是这个失败之作, 但我就没有去看,但从阅读这本,圣玛丽计划来看呢,就,依然是保持了他当时的这个水准,而且这个尺度啊,这个作品的这个, 我说他的想象力的这个尺度呢,已经是放大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度,所以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 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,可能会有一点剧透,如果你比较介意的话呢,就可以跳过这一段,这个进行介绍了, 那么故事呢,是从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,一个陌生的屋子面醒过来开始,主角呢,我看他叫他叫什么名字,我就叫他主角好了啊,反正估计说名字你也挤不住, 那么主角呢,他在一个陌生的一个房间醒过来,发现自己睡在船上,然后全身裸体,那个旁边有一只机器手在照顾他, 然后他呢,什么都想不起来,身体呢,也基本动荡不了,啊,然后呢,就慢慢的开始逐步去苏醒, 然后呢,去操作机器手臂,去讲话,然后呢,让这个,呃,呃,然后让机器手臂把他的这个束缚解开, 然后慢慢的去开始探索,那么这个感觉特别像一个游戏,就特别像那种,呃,密室逃脱的这个游戏, 然后一步一步呢,他发现这个这个房间有点像个实验室,啊,就在想我到底怎么来到这儿的, 那么记忆呢,完全一片空白,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, 比尔盖茨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说这一段是写的特别精彩,啊,因为他在过程中呢,就慢慢去发现, 哎,他这个生活,就是这个被困在这个房间里面呢,似乎和其他的这个常识的这个房间不太一样, 比如说东西砸到身上会挺重啊,什么的,然后他也没有外界的任何参照物, 看不到外面窗子外面是什么样的情况,后面呢,通过一些这个,呃, 他逐渐回顾起自己的一些这个中学的一些物理知识, 然后呢,就开始去,去,比如说用描表去计算,然后等等, 后面呢,算出这个房间的重力加速度是1.5G,就相当于他不是在地球的环境, 可能是在一个外太空,或者是在哪里,那么,呃,就慢慢的开始逐渐深入, 就发现呢,他其实是在一艘,呃,在太空的飞船里, 然后呢,这个飞船呢,正在远离这个,呃,就是朝着某个他也不知道的方向开始前进, 然后他又逐步逐步的探索啊,那么这个过程呢,就特别有意思,啊, 通过一些这个很细节的一些这个设定和描写呢, 然后呢,他也慢慢的这个人也开始回忆起以往的一些情形了, 后面呢,通过他的回忆逐渐深入,他的这个脑,大脑的技能慢慢开始这个恢复呢, 发现了这个整个故事其实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,啊, 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呢,啊,太阳呢,有了一个变化, 有点像那种黑子,呃,这个月斑的这种这种变化, 后面呢,是发现在太阳上呢,出现了一种非常微小的微生物, 那么这种微生物呢,跟我们以往已知的这种,呃,生物呢,不太一样, 就是它是吸收这个太阳的热能, 然后呢,把它存储在自己的这个细胞壁里面, 然后呢,呃,转化为非常非常这个,呃,巨大的这个能量, 有点像原子弹的爆炸一样, 然后作者还给这个微生物呢,取了一个名字,呃, 叫Astrofrile,啊,OK, anyway,那么就给它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设定, 但因为这个这种,呃,这种能量的转换呢, 非常的,非常的吸,呃,吸热非常的明显, 而且呢,因为这种微生物呢,又会无,无细胞繁殖, 它会一边二,二边四,这种分裂式的繁殖, 那么,呃,就导致太阳的这个热能呢, 开始出现降低的这个情况, 那么,呃,而且这个降低的程度呢, 是以指数形式的上升的, 那么,预测呢,再过这个几十年以后, 整个地球的这个温度呢, 将会,呃,严重的下降, 就是太阳的这个热能会被大量的吸收和损失, 然后呢,这个人类就,就会灭绝了, 因为,呃,相当于是一个反的一个温室效应, 那么,呃,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, 呢,这个全世界的这些国家就开始联合起来去搞研究, 然后这个主角呢, 当时是做一个科学家,呃, 那也写过论文, 后面因为论文被拒绝了, 他就一气之下就,呃, 离开科学界去,呃, 这个当,呃, 呃,中学老师去教小朋友这个,呃, 这个,呃,科学,呃, 他也特别享受这个过程, 但是机,各种机缘巧合,啊, 他就卷入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, 然后呢,这样这样的一个事件, 然后呢,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个研究员, 呃,那么多的不说啊, 最后呢, 肃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, 就是打算,呃, 送一群这个宇航员去到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另外一个行星, 而另外一个恒星,因为在这个恒星, 他们观察也出现了这个类似太阳的这种衰减的情况, 那么根据揣测呢, 可能这个恒星呢, 会有,呃, 呃,同这个地球同样的困境, 然后,呃, 要在那里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再回来, 那么,呃, 呃,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星际旅行,呃, 飞船的速度, 我们现在科技是不能产生那种,呃, 呃,几乎是一点点接近光速的这种飞船的速度的, 但是呢, 因为这个微生物就是在吸收太阳热量这种微生物呢, 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理想的宇航这个燃料, 因为它有这个像原子弹一样的这个威力, 所以呢,就,呃, 可以通过,呃, 通过这个,呃, 使用这种人燃料, 然后呢, 成为这个飞船的动力, 中间有很多细节, 这些而且这些细节正是最精彩的这本小说, 最精彩的部分, 那呃, 但因为时间我就不在这儿细说了, 那么,呃, 最后呢, 他们,呃, 这个有了这样的一艘飞船, 圣马力飞船, 然后呢, 要要飞往这个,呃, 新的这个恒星去进行探索, 但,呃, 其中呢, 也又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问题, 就是,呃, 呃, 因为这个飞船的, 呃, 因为这个飞船的,呃, 时间是需要飞四年, 呃, 然后如果是一群人被困在这个飞船处于清醒状态, 那么第一是要考虑这个食物, 第二是要考虑这个,呃, 长时间困在这个空间, 最后呢,呃, 人的情绪会崩溃, 考虑这两个情况呢, 就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呢, 就是将所有的人进行一个深度的冬眠, 那么冰冻起来, 之后呢, 再复苏,呃, 复苏, 那么这种技术呢, 目前可以使用, 但是成功机力非常的小, 呃, 后面经过研究发现呢, 只有这个,呃, 身体里面有某种特殊基因的, 这个DNA组合的, 就是有有一些人呢, 是能够,呃, 啊,恢复, 但有大部分的人, 没有这种基因的人呢, 就恢复不了, 所以通过选择这个主角, 你可以猜到了, 因因阳阳错, 就是他身体里有这种基因, 7000个人里面才有这种基因, 然后又因为他具备了这个一定的科学的这个, 呃, 这个分析能力, 所以他成为其中的这个宇航员, 呃, 但另外同组的另外两个宇航员呢, 在过程中呢, 就就没有醒过来, 最后只有他醒过来, 然后他就在这个飞船上, 反正就导致, 然后呢, 就弄最后呢, 飞到这个行星, 但是最精彩的一幕呢,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, 就是他们发现了, 他发现了另外一个, 就是一个诡异的, 呃, 呃, 形状是一个非常规则的形状的, 这样一个, 呃, 人造物体, 后面呢, 发现这是来自另外一个恒星系的一艘外星飞船, 那么这艘飞船呢, 由这个, 呃, 其实就是外星人了, 说简单一点, 就是外星人操作, 那么来到这里, 然后呢, 他们也面临和地球同样的问题, 那么他们也发发发明了这样的, 这个也造出了一艘飞船, 然后来到这个, 呃, 这个新系共同去寻找这个解决方案, 后面呢, 他就遇到了这个外星人, 那么这个外星的生物呢, 其实和地球的生活环境完全被要, 然后他们的飞船呢, 也是使用这个元素周期比较后期的这, 这几个元素来进行, 呃, 来进行这个金属的这个制作, 所以他们的飞船非常的坚固, 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呢, 也是那种人一下, 人进入到那个环境, 马上就死掉, 同样的呃, 外星生物的这个环境, 进到地球的环境, 比如说气压呀, 温度啊, 这些完全不适应, 也会马上就呃, 就就死掉, 后面呢, 呃, 多的不说啊, 最后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, 然后最精彩的是, 呃, 两, 两艘飞船, 飞别分别回到这个自己的星球去, 呃, 去把这个相应的问题解决, 但是呢, 在中途, 这个主角, 地球的这个男主角, 他发现, 呃, 外星的这艘飞船, 已经和他结下了, 非常深厚有益的, 因为那个飞船上, 也只有一个宇航员, 最后活下来, 幸存下来, 然后呢, 他就发现, 这个, 呃, 那艘飞船需要他的帮助, 于是呢, 他就, 呃, 他就决定, 要么呢, 呃, 飞回去帮助他, 但自己呢, 就没有燃料, 能够再次回到地球, 呃, 虽然信号, 他是可以把解决的这个方案, 发回地球, 地球可以自己把这个问题处理掉, 但, 呃, 那另外的方式呢, 就是他回到地球, 自己也回家, 同时呢, 呃, 他的这个战友, 这个外星战友呢, 和那个外星的文明呢, 就就没了, 就就要死掉了, 最后呢, 经过思想斗争呢, 他决定回去救他的这个兄弟, 呃, 然后呢, 因为他成了拯救外星人民的英雄, 所以他在最后呢, 他就留在那里, 呃, 也因为他回不来了, 这个因为, 呃, 千山万水, 隔得实在太远, 那么外星人呢, 给他建了一个, 呃, 就是像一个真空仓一样的, 这个穷, 呃, 这个穷照, 然后他就生活在里面, 一直活到老, 呃,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, 一个故事, 然后我在这里呢, 写了一些自己的这个读书笔记,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是, 呃,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, 就是他幻想的这个尺度, 程度非常的大, 因为他是一个, 呃, 这次是在恒星间航行了, 那么有很多这个科学上的, 细节需要去设定, 然后呢, 安迪威尔这个作者, 本身又是程序员, 他特别擅长考虑这些细节的部分, 所以呢, 整个这个设定呢, 非常的详细, 也就是这个原因呢, 所以像比尔盖茨他们这个会大咖的会去推荐, 呃, 然后呢, 另外也有一些, 呃, 很有意思的一些设定, 比如说这个主角, 他的语言的风格就和火星救援的那个人的主角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, 就比较乐天, 然后比较这个行动派, 同时呢, 也不会去想太复杂的东西, 而且他的语言的风格是非常的这个口语化的, 就是读起来会非常的有意思, 就像你在看这个人的对话一样, 然后呢, 呃, 然后呢, 他还有一些这个, 呃, 很有意思的一些设定啊, 比如说这个外星的生物呢, 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是非常, 呃, 非常严苛的, 然后他们呢入睡的时候呢, 睡得非常深, 但很少会, 呃, 就是八九天地球的时间会睡一次, 睡一次呢, 十几个小时就完全是不能动, 那么这个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找一个伙伴去盯着你入睡, 就是在旁边看着, 然后啊, 等你睡醒了以后呢, 啊, 两个人再去做其他的事情, 所以这个设定也非常有意思, 主角呢一开始呢, 会被被这个外星生物弄得非常的不适应,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个外星人在盯着你, 但, 呃, 后面呢, 他自己, 呃, 也非常的习惯了这种方式, 还有啊, 主角他啊, 其他一些小的设定, 比如说主角他来到了这个外星世界, 那么只有他一个是地球, 呃, 地球生物只有他一个人, 后面呢, 呃, 比如说他的食物这些怎么解决, 呃, 最后呢, 这个就啊, 通过把自己的细胞克隆出来, 就自己的肉克隆出来呢, 呃, 就是他就可以有这个汉堡可以吃, 呃, 就是可以有这个呃, 自己肉做成的这个米伯格汉堡啊, 呃, 非常诡异的设定, 但是你你会读起来又觉得非常的合理啊, 很很有意思,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呃, 强力推荐, 那么我也把我的这个阅读打了五星啊, 这个很少会把呃, 这个满分打给一本一本小说, 这么这个是我阅读这本书的一个呃, 一个感受, 那么他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, 就是火星救援这个这个故事呢, 是全世界是去救一个人, 而这个呃, 圣玛丽计划呢, 是一个人去救一个世界, 或者准确的说是一个人救了两个世界, 呃, 非常推荐, 呃, 现在我知道中文版也已经在国内推出了, 呃, 不知道翻译的如何, 但呃, 不管如何, 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去读一下的, 圣玛丽计划, Project Hail Mary, 希望你喜欢这一期的狗熊有话说,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, 再见了, 拜拜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